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朗为你主持的回到过去 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了 是不是很快呢? 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道过去的这个星期里 你过得如何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事情发生呢? 圣诞节快到了 想到要送什么礼物 给你身边最亲的人了吗? 啊 青朗最近很忙 青朗最近在想 怎么办呢? 差不多要圣诞节了 还有十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今天已经是十四号了 送什么礼物给朋友呢? 其实呢 我们DJ之间 美东视电台的DJ之间 我们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Secret Angel 秘密天使或者秘密守护神 那我们就会把所有DJ的人名 放在一个抽奖的袋里面 那我们就会各自去抽 那看看你抽到哪个了 那你抽到这个人呢? 你就要买一份礼物 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 啊 头痛了 青朗抽到的这位朋友呢 哈哈哈哈 给你个提示 不是我节目的partner 那就是告诉你 不是你自称啦 那还有哪个呢? 偷偷地告诉你 其实是个男性来的 那我在想 送什么给他好呢? 但我当然就不能说 太多给你听 究竟我这个 要送礼物的对象是谁 因为他都会看我的节目的 待会让他看到我的节目 在我讲他的时候 那我送给他就没有了 但是呢 我开始会留意 因为其实 所有的同事都不是认识了很久 都未到很了解很熟的地步 那所以呢 最近我又开始留意 究竟这位同事 他平时最喜欢做些什么呢? 他喜欢哪一类型的东西呢? 那就可以帮我去 看看我可以送些什么 圣诞礼物给他 令到他开心 令到他有惊喜 嗯 等我继续想想 都真的挺难想的 我刚才又见到他了 不过 他不知道我偷偷地留意他的一句一动 希望他不要 不要猜到的是我 否则他以为我暗戀他 糟糕了 那是的 聖诞节就到了 所以呢 大家 记住记住 花多点心思 想想 要送些什么 给你身边最亲的人 那 回到我们的回到过去 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哈 青浪又在想 今天 带大家回到去什么时候好呢? 之前也说过 读小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或者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那 今集 究竟说什么好呢? 突然间被我灵机一触 哇 原来有很多东西 这个主题 我就是想问一问大家 小时候 最怕的是什么事? 你最怕 最怕的是什么事?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这个主题 和大家说呢? 唉 那就是因为 今天发生了一件 我小时候最怕最怕的事 我相信这件事 不仅是青浪一个人怕 很多人都怕 而且 不仅是小时候怕 大人都怕 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 话说呢 今天青浪 就去了看牙医 啊 我一说看牙医 大家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有没有白了呢? 哈哈哈哈 是的 今天呢 青浪就是去了看牙医 那 当去到诊所的时候 我坐在那儿等 拿着手机在那儿 跟别人聊聊天 上网看看东西 就在那儿等 突然间觉得 好可怕 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到我 应该还有两三个就排到我了 为什么? 这个人又进去了 那个人又进去了 为什么还未到我呢? 反而越等得久 心情越紧张 就想起以前小时候去看牙医 以前也是妈妈带我去看牙医 我记得 在我有印象当中 第一次看牙医 可能是五岁六岁 可能是五岁六岁 那你就知道 在牙医那儿 就躺在那张电动椅上 那上面有一盏灯 照下来 那医生就叫你 抹大嘴 那你就叫牙医 那医生就会带着 膠手套 将一些工具 和仪器 放在你的口中 去帮你洗牙 或者刮牙石 或者挑一下 那些孔子 那些孔子 那些 大家都知道 那些膠手套 那种味道 真的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那种膠味 很臭的膠味 而且在口中 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我很怕那种膠手套 放在口腔里的味道 还有可能因为小时候 只有五六岁 嘴很小 你知道小朋友的嘴 一定是小一点的了 那那些仪器 是不是只有这么大 那医生的手 是不是只有这么大 那可能因为 现在大了 口大了 所以当这些仪器 放在他的时候 当医生的手 在你的口附近 在你动来动去的时候 你都不觉得 会太辛苦 但是以前 小时候 哇 哇 我的天啊 我真的不想再想起 医生的手指 他可能一只手指 扔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 譬如把这个仪器 放在你的口里 基本上 你的口已经是 敷了 你的口已经是 砸爆了 所以我记得 以前小时候 被医生捏到口里 哇 好辛苦 然后又痛 你知道小时候 会蛀牙 小时候喜欢吃糖 那可能在拆牙的时候 又未必知道 拆得这么干净 那我常常都会 注牙 要补牙 哇 我真的今天 坐在那个 诊所 等进去的时候 真的 出了手汗 又没有至于去到 震的地步 但是出了手汗 就回想起 以前小时候 躺在那张椅子上 给牙医去 挖我的口里 那些情景 开始害怕了 就开始害怕了 虽然大了 都不断去看牙医 但是 如果当你去到 坐一会儿 就到你 洗完牙齿 就没事了 都还好些 今天都等了一整个小时 所以越坐越害怕 越坐越久 感觉就越恐怖 回想起小时候 很痛 真的感觉很痛 我想起 以前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计划 叫做牙科保健 如果是香港来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说什么 牙科保健 这个计划 就是由政府出钱 去津贴一些 读小学的同学仔 去看牙医 一年一次 给你去洗牙 我记得以前 你要填回条 你要签名 你要申请 申请 申请 每人有一封信 给你拿回家 就好像有预约卡 类似的 就告诉你 几年几月几日几点 你在哪里看牙医 我记得 小时候 怕到 有一年 有一年 老师给了这张卡 叫我带回家 给妈妈 我直接把这张卡扔掉了 然后 我妈 我妈又蠢不完 她每年都要去洗牙 差不多到那个时候 就问我 她说 为什么今年你学校还没派 牙科保健那张卡 然后我就想起 其实我扔掉了 不是她还没派 我就骗我妈妈 我说 不知道呢 可能今年迟了 或者今年的时间不对 再等下 过了一段时间 我妈妈就忘记了这件事 当然 我就松一口气 今年不用去洗牙 小时候 怕看牙医 怕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 我不是唯一 一个 怕看牙医的人 我相信 在镜头后面的你 观众们 肯定多多少少 都会有人 怕牙医 因为真的 很难受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受 但是 今天我去那间牙医診所 牙医的技术都不错 手势都不错 而且她用的手套是漂亮的 不是平时的很大的胶味 她用的手套 反而胶味就不太重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牙医看牙医 我看完之后 都不错 我下次也可以回来看 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牙医呢 除了牙医之外 其他医生 其实都应该害怕 因为小时候 我自己牙医是最害怕的 看牙医是我最怕最怕的一件事 另外第二 我想又未至于第二最怕的 但另外一件最怕的事 就是看医生 看医生就代表你有病 当然你有病才可以看医生 小孩来来开开 要不就发烧 要不就感冒 要不就出一下水痘 那些 所以 除了看牙医 看医生 我也很害怕 特别是 医生有个厅筒 那些厅筒 那些厅筒 我不知道是铁还是不守 总之是银色的 很冷 我记得冬天去看医生 有些医生是很细心的 他会把这个厅筒 探进去背部也好 探进去胸口也好 探进去胸口也好 探进去之前 他会在自己的手心搓一搓 搓暖他 然后才叫他拿起衣服 帮你探进背部 或者探进胸口 但是我记得 我小时候去看医生 就没有那么细心 他不会先搓一搓 总之他就拿起衣服 然后就 这样就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那一刻 哇 冷到震 你知道那些东西是金属 冬天的时候 香港也没有暖气 很多地方都 那个厅筒 一贴在胸口 或者贴在背部 整个人都很凉 那 医生除了会 帮你医病之外 有时候可能做些检查 总之看医生都没有好事 你都知道 最不太想见到的人 第一个是牙医 第二个就是医生 那好了 看完医生之后 还有更加恐怖的事情要发生 是什么呢 你应该猜到的 不过 让我先喝一口水 一会儿回来 给你知道 看完医生之后 还有什么更加恐怖的事情 有好处 快点拿一部手机 和我一起去美颜芳 拿资生糖 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真的那么好处 资生糖 激活肌肤免疫力精华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适合我们 东方女性皮肤 我每天有用 免费拿来旅行 都不知多方便 对呀 只要去布鲁伦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 六八零六号的美颜芳 数一数个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了 快点拿来智能手机 正好 我上去买些资生糖 Shishado 护肤 和化妆品 在布鲁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号 美颜芳见 有我真心打造 逢星期一至五 纽约时间 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讲国际 讲时事 讲本土 讲生活 带你旷阔世界视野 同时还会接听听众的电话 一起互动 节目内容会正到加零一 记得留意收听 美东视电台 有燕灵为你主持的加零一 记得 节目明清三个字 就是加零一 到时见 明明清三个字 究竟看完医生之后 有什么更加恐怖的事情要发生呢 你应该猜到的了 就是 吃药了 吃药为什么这么恐怖呢 小时候不懂得吞药丸 你知道药丸 小也有限 小也有尺寸 大部分的药丸 除了是糖衣装之外 都是苦的 如果你是 一粒药丸 放进去 立刻喝一口水 滑一声 你可以吞了 其实你是 不会感觉到 苦味 OK啦 没事发生 但是呢 小时候就很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太懂得吞药丸 小时候 所以有时 喝了一口水 一粒药 还黏在舌头 根本都没有吞到下去 那它就开始溶了 在舌头上溶了 哇 接着就苦了 真的苦了 这些叫 另外呢 以前在香港有一只药丸 是 好像一只手指尾那么长 两只颜色的 那只呢 我叫炸蛋 那只药丸 我叫炸蛋 通常都是白色红色 或者黄色红色 黃色红色 橘圆形的那只 那只药丸 那只药丸呢 恐怖了 那只药丸呢 因为通常我们吃药丸 都会把药丸 放在舌头 然后就喝一口水 滑一滑 那只药丸呢 我其实都是近这几年才知道 那只药丸 那只药丸是不能放在舌头 那只药丸呢 原来那只药丸呢 是要相反 要倒转的 你直接放在舌头之后呢 你喝完淡水 你要倒下头 才能吞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那只药丸呢 那只药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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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装着一些药粉 那它其实里面 可能会有空气 和它比较轻 那如果你放在舌头 喝完水之后 那只药丸呢 那只药丸呢 其实它会浮上来 你的嘴唇 所以我近几年才有个朋友 告诉我 他说 神经病的 你恶高头怎么吃呢 这只药丸呢 那我才知道 原来这只药丸 这个炸弹 是要喝完淡水之后 把药丸呢 让它浮上 它浮上 它便会浮上来喉咙的位置 再吞下去 那就很容易了 但是小时候鬼识 小时候就是 因为这样 所以怎么都吞不下去 那就麻烦了 我妈妈会做些什么呢 她会拿一只匙匙 把这粒药丸 把这个炸弹 拆开它 把粉倒在匙匙上 然后再加两口水 拌均匀 让我去喝 当是药丸的喝 我想告诉你 更加苦 更加难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妈妈这么聪明 在哪里找出这种想法 人家明明找个胶囊 放着它 就是因为它很苦 是因为它难吃 所以我更 partis 但是我还要给我拆开它 等我用药丸就吞下去 但是其实怪自己也不懂 我妈妈也很聪明 想到这种方法 另外就是 如果喝咳藥水,我會很害怕 我最怕是紅色的藥水 因為通常紅色的藥水,它說是cherry味 它說就是這樣說 但喝下去的藥水味 直到今時今日大過 有時候在外面喝東西或者吃東西 紅色的藥水我盡量很少吃 因為它的感覺給我 我會提起以前小時候喝咳藥水的味道 所以特別是紅啤啤糖 紅色的藥水,通常都是cherry味 不是草莓,是cherry味 所以我盡量不去吃這些紅色的藥水 因為它會提醒我以前小時候喝咳藥水的味道 如果說起咳藥水,還有一種就是馬尿 不知道你有沒有喝過 不知道這樣說出來,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噁心 但坦白說,我寧願喝馬尿 比喝那種紅色的咳藥水 這只不過是我一個小小的見解 可能你也會選擇紅色的藥水多些 剛才我就去問其他同事 你小時候有什麼怕的? 有同事跟我說,他怕剪頭髮 我想想,我也是 其實我小時候都很怕剪頭髮 不知道為什麼 一去到髮型屋,一坐下 一抱起那條筋,我就會哭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一抱起那條圍巾,我就要哭 剛好,我有一個同事 小時候又怕剪頭髮 我就問他,為什麼怕剪頭髮? 他說,轉完之後不英俊了 那也是的,就算不說小時候 今時今日也好 如果你去那些不是你雙屬的髮型屋 那可能他真的會剪得你不滿意 不好看,你也會不開心 那他還說,他怕上學 怕教功課 怕老師 那當他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想起,其實很多小朋友 不是怕老師 他未必一定是怕老師 但我想大家最怕的 應該是見家長 因為見家長應該都不是好事了吧 如果真的好事的話 都不需要見家長 通常,我不是說一定 通常,在要見家長 老師主動要求見家長的時候 都可能是你犯了一些錯 在學校哀哀 老師要跟你的爸爸媽媽聊天 那就有可能會把爸爸媽媽請到學校聊天 我小時候,我不怕見家長 因為我算是一個乖的學生 所以我不太怕見家長 但我知道很多朋友 或者可能你都怕的 那除了見家長 即是老師 即是怕老師 哈哈 這個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怕的 就是怕爸爸媽媽 有些人就怕被爸爸媽媽打 有些人就怕被爸爸媽媽罵 嘩,以前啊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真的是打的 怕藤條的 雞毛嫂啊 我們以前打不是說 打一下手掌,輕輕插一下 現在的孩子就說 你不敢打他 現在的孩子很厲害的 會報警 以前我們蠢 我們鬼會嗎 以前就算是上學 老師都會用間尺去打手掌 就算我小時候的年代 都還有打手掌 那被爸爸媽媽打 其實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為有誰沒有被爸爸媽媽打過 但是打在我們身上 其實是痛在父母心的 那所以 我想如果你不是激到 爸爸媽媽真是紮紮跳的地步 他也不會說拿藤條 拿雞毛嫂去打你 當然我小時候也有被人打過 雖然我都乖乖的 但是我也不是說 我想一個正常小朋友會犯的錯 我也也犯過 就譬如說謊 出貓這些 我覺得 都是正常的 如果小朋友 未被爸爸媽媽打過 才好像有點不正常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自己 就是說了個謊 騙了媽媽 最後被他發現 原來我說謊的時候 他就很生氣 很失望 就說 為什麼你在哪裡學會說謊 有就沒有就沒有 為什麼要說謊 那就是那次開始 就打藤條 不知打了 我想十藤八藤應該 然後就 哇 你知道那個藤條 一發一聲 你知道藤條 在空氣那裡 一發一聲 一發一聲 然後就哭了 然後就哭了 然後就不敢了 不行 繼續打 打到你害怕為止 因為 我覺得適當的看法 都是有警戒作用的 那我就不是鼓勵大家去打小朋友 只不過呢 可能因為 大家都是這樣的經歷 這樣長大的 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適當的懲罰 都是可以起到一個警惕 警惕的作用 當然就不可以去到一個 反感的地步 所以 就是因為被媽媽打完藤條之後 我就記得 嗯 小朋友是不可以說謊的 當然 不只是小朋友 我們大人 都不應該說謊 所以很深刻 就是藤條 和這個 雞毛掃 幸好我家是用藤條打 不是用雞毛掃 如果用雞毛掃打 就麻煩了 你知道雞毛掃的竹 是真的硬的 藤條都 軟奶奶 都可以射到一點力 但是 雞毛掃的棍 就真的整個棍敲起來了 我自己也想像不到 如果我被人用雞毛掃去打 會怎麼辦呢 幸好沒有 雞毛掃都是拿來 掃一下塵口 不要拿來打人 很傷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害怕警察呢 我當然不是說大的時候 小的時候會不會害怕警察叔叔 爸爸媽媽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不可以害怕 你再害怕警察叔叔 我叫警察叔叔拘捕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話呢 我想警察叔叔也是 因為他給人一個很正面很正義的形象 所以有時候 爸爸媽媽會拿警察叔叔來做例子 都不出奇 不要說我的年代 就算今時今日也好 很多父母教小朋友的時候都要說 不准這樣啊 你不聽話你頑皮 警察叔叔拘捕你 到今時今日我還是經常聽到這句說話 所以小時候 看到警察叔叔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害怕 我想那種所謂的害怕是 尊敬的害怕 或者真的怕做得不好的時候 媽媽會叫警察叔叔來帶我走 抓我回去 那就麻煩了 我小時候還有一個很害怕的 我就是怕一些戴眼鏡的人 以前我有兩個阿姨 我兩個阿姨都是戴眼鏡的 我媽媽就說 我小時候同親我的阿姨出街 他們一抱我就會哭 而且我一看到他們 我就會躲在我媽媽的後面 我是不喜歡看到我阿姨 但當她脫了眼鏡的時候 我就沒事了 他們脫了眼鏡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玩 所以我小時候是怕大眼鏡的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害怕的經驗 我想除了以上說的種種之外 小朋友可能最怕的是怕黑 因為黑媽媽什麼都看不到 當你找不到爸爸媽媽的時候 就更言之恐怖 所以怕黑 真的不是小朋友的專利 就算現在今時今日 大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都相信還有很多朋友 都很怕黑的 我就OK的 我不算太怕黑 還有因為我很壞 晚上如果我有燈 我睡不著 所以我睡覺的環境一定是全黑 但是你說真的怕黑 那隻黑怕不怕呢 我OK的 不是很害怕 好了 那今天呢 青朗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一段落了 不知道有沒有多多小小 勾起大家一些 會想起以前小時候 一些怕的事 那不知道 以前小時候怕了 現在大了 還怕不怕呢 希望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可以令大家 有一種 回到過去的感覺 下個星期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做什麼節目好呢 每個星期和你吹水 講波經的節目 POWERBALL 和你講進 古靈精怪電影的節目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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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覺得喬口慘手 當然 我是SUMMER 喂 我沒停 來吧 請記得小朋友 要願你計算 Lincoln 理財資訊 拆卡買東西真的很方便 但累積起來的卡債要處理 就不容易 如果你拿有超過一萬元或以上的信用卡債 請馬上打給Lincoln減債專家 可以將每月付款馬上減少一半或以上 百分百保證有效合法 買東西要買名牌 因為有品質保證 處理卡數 就要找有信用保證的減債專家 Lincoln 917-720-1245 720-1245 7天免費咨詢 大家好 我是尼奧 在這裡 我想很複雜地介紹你給我認識 首先說一下我住特記座 我就住在六樓後座 而血性方面 我就屬於沒什麼 而連高 在廣博界方面 我就已經由第九舊 吃到第十舊 聽我的聲音 你都知道我不是啞的 而我本人 一直都會追求美戶 美財 所以有空 都想問你收回尾數 而在思考方面 我相信我是屬於一個露體狂 如果你想多點了解李智青 你都是聽他的節目 在美東視電台裡面 我來澳東也有主持幾個節目 不過我告訴你 你聽完都不會了解到我 因為讓你猜到我還是吃神 希望在空氣之中 和你多吃牛丸 有好處 快點拿手機和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真的這麼好處?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都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對呀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階六八零六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 就有一份了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對 我去買些資生糖 Shishado 護膚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見 你不新下載 你不新英文 你不新感受到